小香台湾守护台湾 今天要请观众朋友跟着我 一起来感受台湾甜点的魅力 刚才画面中你有看到 今天一整桌都是走蛋糕系列 台湾的甜点真的很厉害 而且可以名闻全世界 今天这两位来宾 来自于我们Lady Kelly的创办人 第一位欢迎Kelly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Kelly你创这个品牌 大概十来年的时间 对 算一算应该是 当时在读大学的时候 你就自己创业了 那时候大概是22、23岁的时候 因为我双主修 所以我其实念到大五 所以是大四大五的那一段时间 开始在网路上 分享做蛋糕的感觉 然后跟粉丝分享这样子 所以你是自己有兴趣 否则你其实并不是学烘焙的 对 我是小时候在看电视节目 年代很久远 有一个叫做做点心过生活的节目 那他就是一个主持人 跟一个烘焙的主厨 他们会在周末下午的时间 在分享做蛋糕 那我就从小时候开始就 看着做蛋糕觉得非常的疗愈 我也佩服你 大学生就自己创业做到现在 你在现在Lady Kelly 在全台湾有很多个分店 目前的话是有五间的百货通路的门市 然后跟我们自己的自有官网 如果你的作品没有办法得到消费者的青睐 没有办法击败同业的话 你很难生存下来 是其实在这个烘焙的市场里面 确实是非常竞争 那当时我22岁23岁的时候 其实并不了解说 原来不是只是疗愈而已 原来甜点是一个相当竞争的市场 所以我们今天除了疗愈之外 要告诉大家谢玲玲的甜点竞争市场 好隔壁这位是我们Lady Kelly的研发主厨 我们请Kelly来帮我们做个介绍 走手边这个是我的研发主厨 他叫Sam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你们两位好像都有社工背景 我是有在喜安额基金会工作过 那当时候我就是会带的学生一起制作蛋糕 然后跟他们教学他们怎么做蛋糕 对所以才会有跟Kelly有社工相同的背景 当时我在准备要创业的时候 我只有丙级正照 我就发现说或许需要有一个更高一点的 可能乙级正照这种 所以我就在网路上开始招募相关有甜点背景的人 那当时其实主厨是从美国回来 他到美国去学习做甜点过 没有我当时候是去美国做研发师傅 那我短期的去 但是因为就是去的时候发现跟老板的理念 还有他的观念不同 因为他当时候可能比如说食材发霉了 他想要继续使用 但是这件事情是我不能接受的 所以当下我就是跟他说那我不要 所以我就回来台湾 他当下就拍桌子说我不干了 然后就买个机票就回到台湾了 那刚好那段时间我是准备要创业 所以我就开始招募相关比较专业的人 那可能他那时候就很缺钱吧 他就马上说好 因为那时候他的烘焙的调效似乎比你高 对不对 是因为其实他以前除了在喜汉尔基金会 当过研发的老师之外 他也在很多的传统饼店 或是比较西餐的这种精致甜点 他都有待过 那后来才去美国被挖角当研发主厨 所以他那时候是赚美金的 但是后来就决定 可能理念跟他想的不一样 他才回到台湾 你觉得你跟别人最大哪里不一样 我觉得可能是当时那时候创业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相关背景 老实讲我也不是烘焙本科 那主厨以前是顾问他以前是职业军人 你是职业军人 我是陆军的闪兵特战部队退伍的 我懂了 因为你们都喜欢疗愈的感觉 当自己的兴趣 这种过生活是很开心的 对 所以当时他有点像是做梦 梦到的就是觉得说自己可以做这个甜点烘焙 所以他才真的进入了这个行业 那也可以理解说 其实主厨本身不是烘焙背景 那我本身其实也不是烘焙背景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不一样来自于 因为我们都不是烘焙本科 所以我们没有过往的甜点的框架 我们没有教我们该怎么做 但是我们从这过程中自己去发掘创新 从生活当中找灵感 对 从生活当中找出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今天等一下就是我就一直负责吃就对了 那你们就负责讲 你知道我今天导播怎么跟我讲说 文瑶你今天你每个都要吃过 你就喷了 喷油吗 喷甜点 喷疗愈的感觉 这我很愿意的 不过一样 在商言商 其实要能够在红海当中留下来 一定要有特色 你要先推荐我们先吃什么呢 这么多的甜点 那我先介绍我们家 很知名很热卖的鲜奶油蛋糕系列 好 哪里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你看它的外观 这已经签一片给我是不是 对 就要让你喷疗愈的啊 我懂了 这个其实就要会展现 原来你们家的鲜奶油蛋糕的很火面长这个样子 对 其实它是三层的戚风蛋糕体 那它的是黄金戚风 那它的戚风蛋糕体其实是用新鲜的鸡蛋下去做的 那右手边这个是我们的鸡蛋 它是CS的席选鸡蛋 那其实我们每一个都是用壳蛋下去做 我们没有用液态蛋 对 那壳蛋它可以有天然的蛋壳保护 那敲的时候你可以很明显知道这个鸡蛋是本身是非常新鲜的 那等于说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你是用新鲜的敲壳的鸡蛋做蛋糕 的确有很多还是用那种蛋液对不对 你意思是在这里 因为主要原因是因为其实做蛋糕本身 鸡底的部分鸡蛋本身就是最重要的 因为鸡蛋的新鲜程度会影响到蛋糕的打发 所以我们其实是用嘉义的牧场的只送的鸡蛋 每一个礼拜送两次 然后你闻它会有些微的蛋糕 那种鸡蛋的香味 对我光这样闻就很香了 对 Kerry你继续讲 今天要吃的是Sam不是我来吧 你吃那你继续说 待会我一定也会吃 你可以吃一饭给我吃我可以接受 对准镜头来可以继续 所以它的很前面是有三层的戚风蛋糕体 夹成的话是有一层综合的水果果冻 那是比较轻盈的口感 下面有一层莓果的莓果酱 那我们家在设定产品的时候 吃起来都是会比较清爽的 那包含外面的这个鲜奶油 其实是日本进口的鲜奶油 外面这鲜奶油 日本鲜奶油蛋糕 对 它是日本进口的鲜奶油 那怎么把它抢过来吃 你继续啦 没关系 继续好香喔 继续Kerry继续 这个日本鲜奶油的 鲜奶油是每周我们从日本空运直送过来的 所以它是应该说新鲜就是好吃 然后里面的我们有一层Couli 我们是用新鲜水果的果泥制成的Couli Couli就是果泥再加上一些果酱 或在里面有甜味的果泥对不对 对 那它的当时候设计的概念是 其实像传统 我们是用石井水果罐头去夹馅 但是当我今天用了新鲜水果的果泥来做这个 它就是会是传统跟现代不一样的启发 你要把它吃完了耶 其实我们家的客人非常多 最后都会舔盘子 就是因为以前的鲜奶油蛋糕 吃起来都会非常的腻口 然后因为我们选用日本的鲜奶油 我们包含连加的糖都是最 我们是用6%的糖 就是最少最少比例的糖去打发 所以它吃起来是非常细致轻盈的 然后会很顺口 所以我们家非常多客人 就是最后都连盘子都舔掉 所以我们用日本的鲜奶油 其实就研发了很多款不同的鲜奶油蛋糕系列的 包含葡萄的啊芋头的啊等等 就会搭配着季节限定的口味去做 那刚吃到的是草莓的 那季节限定的话 我们如果是冬天我们就会选用大壶的草莓 但其实水果你不要看它这样子 其实我们每一个水果都是 都要经过好几道的清洗 一般的厂商可能不容易清洗的原因在于 因为水果只要碰到水之后 它其实是会很容易软烂的 所以你们在处理水果当中 也有很多失败的经验累积出来的 所以我们也是每一颗水果都是经过两道的清洗 清洗完之后我们会一个一个擦拭 擦拭完之后才会做食用 其实光光看这个所谓的我们说鲜奶油蛋糕 它看似是很传统的口味 但是你只要吃到那个鲜奶油就发现 黑不赶快 这第一个 然后水果 应该说鲜奶油蛋糕之外 蛋糕体的鸡蛋 你们用的是直接新颗蛋下去打的 所以它不再像一般蛋液一样 所以它的新鲜度也是出来 而且很特别的地方是 那个新鲜度不是蛋腥味 因为你用这种壳蛋下去敲 就没有蛋腥味 你知道我们平常要敲鸡蛋的时候 我们以前还没有做机器设备的采购的时候 我们是一颗一颗自己敲 你知道一颗蛋要65公克 我们分蛋黄跟蛋白要另外分开来 所以大概45公克跟20公克 那我们要人工这样子分到好几千颗 然后我们每天要大概打两到三个小时的时间 才能够开始做蛋糕味 可是如果你是用罐中的那种 你很快5秒马上到了就可以用了 可是这个中间的差一点除了人工之外 我们可以确保说我们每一个鸡蛋是 来源是能够溯源的 我可以确保说我的鸡蛋都是新鲜的 其实我觉得你要能够把这么传统的食物 能够做出这么好的口味 难怪还可以长销 可以打爬很多那个一般水果蛋糕 不容易 因为其实在台湾社会对于传统的鲜奶油蛋糕 是一种记忆中的味道 但是随着我们可能注重少糖 然后比较轻盈的口味 所以我们选用这样的鲜奶油 它吃起来就会比较细致一点点 我告诉你奶油比蛋糕好吃 因为奶油是真正的灵魂嘛 对不对 不好意思这两位来宾都已经被我喂食了 我把你们撩下海 不过其实是一种很疗愈的感觉 你会不会觉得很好吃 有没有 有对不对 会觉得这种疗愈的感觉 这才是真正好的地方 不过都是我在吃怎么可以 我们还换下一个 所以你包括鸡蛋包括水果 都是特色嘛 再来 你说你还研发出什么 那要不要试试看 这奶油真的很好吃 全餐吃 这好吃 你这样疗愈要爆表了 真的奶油很好吃 继续继续好了 那要不要试试看这个焦糖的下味仪豆糖 你要跳到叫我们吃下味仪豆糖 现在可以吃一点小小的小点心 好 我整个拿起来吗 好 这个下味仪豆糖其实 是我 我在吃卤肉饭的时候 然后有一次我就吃到一个 蛮好吃的卤肉饭 它里面的焦化的程度 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就把这个概念 把它放回到我们的下味仪豆糖里面 那它这个下味仪豆糖 其实有三个焦化的程度 可以吃得出来 我们在第一个下味仪豆本身 我们在烤焙的时候 慢火烤焙它 接下来我们会去炒一个焦糖 炒一个焦糖去裹烤好的下味仪豆 然后接下来就会再把裹好 裹好糖的下味仪豆入到糖里面 再一起送到烤箱里面再烤一次 其实我听懂Sam告诉我什么 这你要自己吃的菜才知道 因为它那个果 它那个夏威仪豆糖里面的果 就是烤得很扎实 它不会让它分散 因为有时候吃这种豆糖 它会分散 呼呼呼 你有没有发现我也会吃 我们都没有远过 你都会吃到细节 对啊 我都吃到细节 那个奶油厉害没有鸡香 不是鸡香 鸡心 蛋腥味 然后这个豆糖 最好你会觉得我很会吃 不好意思啦 好吃 因为它可以把它烤得非常的扎实 它不会松散 而且就像你说 它烤到那个焦香味有出来 所以就是你们要做到 光要豆塔 你也要做得跟别人不一样 对 就是我自己在做创作的时候 我会用三个层次来 做我的创作的一个逻辑 因为它其实就很像是 我们在画画一样 会有红色 黄色 然后蓝色的一个三元色 三个原色 我自己在做这个时候 会把它变成是 可能是三个口味或三个层次 所以你现在吃的这个 它会是焦糖 会有三个风味的呈现 它不会只有一个焦糖本身的呈现 所以其实我们在设计产品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传统 过去我们台湾人在吃的时候 很熟悉的 包含卤肉饭 其实每一个人都吃过卤肉饭 每一个人对卤肉饭的味道都非常的熟悉 那我们把这样的焦化 这样的概念 设计在我们的传统这种豆塔的产品里面来 它那个焦化就是滷肉饭 那个豆油跟那个油 那个肉饭煮到都沾做会 就是那个焦子有释放出来 它这个糖是烤到它已经跟 夏威夷豆 整个都把它糊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它是咸这是甜的 对 所以我们其实在每一个产品里面 都会在我们的生活 跟我们传统印象吃到的东西去做一点点不一样的创行 各位来宾你有没有觉得这两位厨师老板 也很会介绍自己的用心 用这个卤肉饭来呈现 它的豆 夏威夷塔 它的特色在哪里 不容易 有很多只会做不会讲 你还愿意把它的比喻成卤肉饭 把它的那个用心把它呈现出来 因为我们平常在跟消费者沟通的时候 我们也会很希望它能理解 能够懂能够感受 除非像我现在用吃的 有时候它没有吃它感受不到 你要想办法让它可以 你还没吃那你留着我们可以带来给你吃 这个我们非常精华的食物要留着 请继续 这个卤肉饭不是啦不是卤肉饭 夏威夷豆 要pass了吗 对 来继续 我想介绍另外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口味 我觉得我已经吃很多了 我刚刚吃了好几坨奶油 我以前没这么夸张吃过 那我们现在再吃一个比较浓郁的 好 对 好 我要介绍 你真的要我吃吗 你要不要自己吃一下 好你开始 好 因为其实我们小时候 大家很记印象深刻 其实是巧克力类的东西 包含可能大波露金沙巧克力 都是大家记忆中很熟悉的味道 就是那个金沙巧克力 对 因为每一个人从小到大应该都吃过金沙巧克力 这是不用特别做解释的 那我们就把这样的概念 就是它外面是一层脆脆的 里面的话软软的在中间夹一个脆脆的 蒸果球的感觉 对 那我们就把它拆解解构 然后把它做到我们的蛋糕里面 对 所以这一款黑丝绸巧克力蛋糕 才是我们家明月长条卷伴手里的 算是热小品 所以你这个黑丝绸巧克力 你的灵感来自于金沙巧克力 所以你说外面酥酥的 那里面 而且金沙巧克力也是这样 对 外面脆脆的 脆脆的 然后薄薄的 里面软软的 里面软软的 然后中间再有一层 真果的脆脆的感觉 对 所以你在发现我们在设计产品的时候 我们会有不同的组成 然后不同的层次把它搭配在里面 它吃起来就会有又有风味 又有口感 我如果没有吃这个 会不会很对不起你 这是我的最爱 那你自己吃 好 我想留点吃别的 你想留点吃别的 所以它的逻辑就来自于金沙巧克力 对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这一个外层 其实非常细致的巧克力线条 它其实是一个喷面 它不是软的 它是不是软的 所谓的喷面的意思是 然后我们用巧克力 然后快速的甩它 所以你看它很细 然后它就会融融的硬 那巧克力的厚度出现了 所以你吃在嘴巴里面的时候 它不会是块状 它又是会浓掉 对 你看我这样切 我这样切它就是会有一块 对 然后可以吃 吃下去 就会外面有一层脆脆的 然后里面又有软软的 跟酥脆的这种真果的感觉 其实它口感完全不一样 有硬的 有软的 有脆的 其实都有 对 他们这样吃才比较好 就一小口 像我这样趴一盒就吃进去 奶油要吃好几坨 对不对 所以其实都是特色 再来 这个巧克力的部分 我们是用 那你可以单吃巧克力 对 一片就好 一片就好 不要留点肚子 可以吃下来吃别的 这个巧克力 这个巧克力是我们选用法国米歇尔的巧克力 那他们在工厂制作的时候是用水蒸饰 然后慢烤的方式来烘这个可可豆 那这一款巧克力你吃在嘴巴里面的时候 会有一开始进去的时候 会有一个可可的味道 中间你会吃到有莓果的风味 莓果 果酸味 果酸味 一点点 一点点 然后最后 最后 你会感受到一个木质味 到最后巧克力的味道就整个涌出来了 这款巧克力好吃 单吃就很好吃 所以我们其实是加在黑丝手巧克力的内馅里面 你把它融在里面 对 而且这一款巧克力的香气很浓 甜度中偏上 它没有不甜也没有苦 它是中偏上 你真的很会吃 中偏上 因为太苦不好吃 对 那一定要有点甜度在里面 那个是什么 这个 这个 这个是可可豆 对 可可原豆 它是原豆 然后它是以这个巧克力为主 对 好 这一款叫什么 黑丝丑巧克力蛋糕 我刚吃完就吞个两口口水 它那个干苦味道才出来 它刚才吃的是甜的 就是好疗愈 好甜 好香 然后吞完两个口水之后觉得 它那个巧克力的干苦就出来了 它是有层次的 谢谢你们对于我的喉咙 对我的口腔很赞赏 继续 好 再来呢 想跟主持人分享这个 先吃 先帮你润润喉 吃巴辣 所以你们卖蛋糕 再卖水果了 平常有没有逛夜市 有 有 这个 就是夜市最热门的甘草拔辣 对不对 这个放得有点太软了 对 我们就是用这样的甘草拔辣的记忆 因为大家都很习惯 去夜市一定要买一包水果 包含像黄仁勋太也都会买水果 对 然后我们就把这样的风味做在蛋糕里面 拔辣口味的蛋糕 甘草拔辣 美粉的感觉 美粉甘草拔辣的蛋糕 我要吃 我要吃哪一款 这个 我刚好嫌弃一下就是拔辣软掉了 对不对 因为如果甘草拔辣越是卖 要脆的 很脆到脆会被打枪 要脆的 所以它是甘草拔辣的味道 它是美粉的味道 它其实这一颗蛋糕 它的创作是从葡萄本身去做拆解的 因为葡萄它其实是会有牛奶风味 细细吃葡萄本身会有牛奶风味 那跟我在吃的时候我就觉得它跟巴勒的牛奶风味很像 然后我就联想到美粉 然后葡萄本身它又带有一点酸 所以里面我们有做一个小巧思 就是里面有一个百香果的苦力 那百香果的苦力其实跟葡萄本身的酸又很能够搭得上 所以你刚吃的葡萄 它其实是整颗都可以吃的五脂葡萄 就是不用兔子的 那中间夹成又有乳酪 白乳酪的酱跟一层蛋糕亭 还有百香果的果凍 这个是一个派对不对 算派吗 水果塔 水果塔 我觉得什么最好吃你知道吗 那个白乳酪 就像是我爱吃奶油一样 这个是另一种奶油的概念 它是新鲜的 算是新鲜的奶油 新鲜的鲜奶油 可是味道不太一样 因为为了要搭配水果本身的层次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酱类 不同的酱都会搭配不同的元素去做组合 像刚刚吃的鲜奶油跟巧克力奶酱等等的 我觉得这个水果塔更难做 没错 它下面那一层是饼皮 咖啡 茶梨 然后中间还有蛋糕 蛋糕完还放什么 百香果的苦力 百香果的苦力 百香果苦力完还再放一层蛋糕 对 然后再放这个特别自制的 白萝卜酱 对 然后还要再放一层苦力 对不对 对 再放葡萄 再放葡萄 然后再放蓝莓 对 这个好复杂 其实每一个口味的组成 我们都是层层堆叠的 但我告诉你它的层次更多 跟那个又不一样的感觉 我的嘴巴是还灵敏的 很雕 这个我觉得很适合 很刁砖嘴巴的人可以吃 因为它真的非常的丰富 对 其实我们从一个简单的干草巴拉 去做延伸 那希望消费者可以吃到 很自然的食材风味 那搭配不同的清爽口感 那包含连塔皮 都是我们特别做的 对 我们塔皮 我们是选用伊斯尼奶油 那它是在法国的诺曼地产区 然后它是AOP的限定的产区出来的 那它的奶油本身会带有一点点 蒸果的味道 那因为它是AOP限定的产区 所以它的每一批产出来的 品质都非常的稳定 Keyro可以偷偷问你 像这样一个啊 对 你们市场上面定价定多少钱 我们是卖980元 大概算偏中高价位 是 但它的品质真的很厉害 因为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没有任何一点香精跟色素的样子 它就是非常单纯的水果风味 然后单纯的颜色去做水果的呈现 吃的时候的确吃没有任何那种 不会有虚假的味道 对 就是 它就是香 然后那个葡萄每一颗其实它并不酸 葡萄本身是香香 但是没有很甜 甜的是那个白色的那个 那个里面有调过 然后还有那个Culi 对 哇 好特别 我觉得值得啦 因为你假设你这样一片 一般都切几个人吃 大概四到六个人一起吃 大家都是饭后吃一点小甜点 对 这个比那个鲜奶油蛋糕 更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那个我们大家常吃 这在传统当中吃到不一样的原料 这个是透过很多不同的层次来堆叠 所以其实我们除了大的尺寸之外 我们也有做小尺寸的一个人享用的口味 你们的水果品质是不错的吧 应该成本蛮高 这每一颗青苹果 对不对 青葡萄不容易的 对要花时间 然后也要花 因为它这是美洲空运 空运果 我们讲几款 我们讲几款 一二三四个 还没到一半对不对 速度加快了 速度加快了 你们还有好多很特别的 好的 这个好丰富 好有层次 其实今天这两位来宾 确认很会做蛋糕之外 还特别精心设计节目 摆了这么多 还请秀导来对不对 不要请秀导入境 芒果在哪 芒果在哪 芒果的话 右手边这个芒果卷 其实在这里 是不是这个 芒果塔 这是另外一种水果塔 这个待会留给摄影师大哥来吃 好啊 我真的吃很多 而且待会我会继续吃下去 你说芒果卷是那一条吗 还有一条芒果卷 那刚刚的季节限定 像葡萄塔跟芒果 都是我们会随着每个季节 如果是冬天 我们就是葡萄塔 跟草莓塔 草莓塔 对 然后夏天就是芒果塔 好疗愈 真的很好吃 你光吃水果就感觉很爽快了 好 再来 再来是 那一个芒果卷 是我们做的长条卷的蛋糕 那它吃起来其实是可以冰冰凉凉的吃 像冰芯感的那种 冰淇淋的口感 你把它稍微冰的重一点 它切下去的时候 它就像冰淇淋这样子 因为台湾天气很热嘛 那夏天你 蒸到时 你就是要吃冰淇淋的口感 那照你这样做 这是冰淇淋的芒果口味 对 那就是抹 抹茶红豆 这是抹茶红豆 那一款是 这一个是美果 综合美果 但是基本上逻辑应该有点像 它有一点点冰淇淋的口感会在里面 但是外层我们会做一个香草戚风 就是用你会闻到蛋糕的香气 就是用鸡蛋本身的香气 那这个就是爱闻芒果 没有蛋腥味的鸡蛋 对 对不对 每一颗都是现打的蛋 对 好 我想吃一点不同口味的 你想吃一点 有没有甜中带咸 或者是酸一点的 因为刚刚苦的已经吃过了 巧克力等等的 酸一点 有没有 柠檬 柠檬 这一款吗 超级酸 超级酸 也没有啦 也不是超级啦 就是 这个外面的话 是我们用 真的是一整颗柠檬 就是我们自己削皮 这一颗蛋糕里面 大概有四颗柠檬 柠檬汁 有材料 然后我们自己榨汁 我们不用柠檬香精 然后也不用柠檬原汁 我们就是自己榨柠檬汁 哇 如果是酸的话 它这款奶油的调味 也是要很注意哦 所以我们上面 就会做柠檬的几花 跟柠檬皮屑 那下面的话 就是有双层的乳酪 Kerry 它一点都不酸 一点都不酸啊 你吃上面这个 上面这个 要吃这个就 要一起吃 要一起吃这个 对 这是酸的 对 好清香的酸哦 好清香的酸 自然的酸 对 没有很嗆的酸 然后这个酸 配上这个甜 刚刚好 它其实并不酸 因为一般我们都会这样 整个扒在一起吃 它里面的话 就是有舒芙蕾的蛋糕跟乳酪 然后加起来就是酸甜酸甜 又有一点咸咸的感觉 你很聪明 舒芙蕾的蛋糕 跟一般的蛋糕口感又不一样 舒芙蕾的蛋糕是比较 Juicy的蛋糕 对不对 对 然后加起来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 你为什么一直在额落我 哈哈哈哈 其实你很会吃啊 通常真的要是很老饕 才能够吃出我们在细节的搭配 因为每一个产品设计 都是我们精心设计过 包含其实我们平常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会请所有办公室的人 跟所有门室的人 一起当就是评审委员在吃 然后吃出 设计出最适合这个产品的口味配方 谢谢你 我是属于老饕籍的 谢谢 对 所以这个就是酸酸甜甜 又有一点咸咸的风味 我发现很特别的地方是 我从头到尾已经吃了五款嘛 每一款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 没错 而且它不会互相打 你讲到个重点 老饕啊老饕 而且你会发现另外一个地方是 它这款吃完之后 不用喝水 它就不见了 味道不会非常强烈的留在你的嘴巴里面 那就是因为挑选食材的关系 你看我从头刚刚吃 草莓 不是 鲜奶油 鲜奶油 巧克力跟芒果 有那个豆塔 草莓 然后现在走到柠檬 我发现每一款食物就是当下很rich 可是 这是刚刚好 对 它不会残留很久 因为我们都选择很自然的食材 包含刚刚跟你提 我们不用 柠檬香精 所以 如果是很重的味道 它会残留在你的口腔里面 你要必须要不断的喝水 然后你会很渴 对 但其实我们家每一款设计的产品 都有适合他的客人 比如说他很喜欢吃柠檬 喜欢吃鲜奶油 那他都会在各个我们的口味里面 找到适合他的 有没有很老派的设计 老派的 老派的设计 很传统的 有啊 超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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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芋头 够老派吧 我阿嬷跟我妈妈都很喜欢吃芋头 对 够老派吧 芋头布丁 对 芋头布丁 最传统的口味 芋头布丁口味很老派 对 非常老派 这个我要留自己吃 那哪里不一样 你们怎么把它改变不一样 好 这个 对 一样就是 刚刚的三层的戚风蛋糕体 我们一样会有很自然的 蛋糕的清香 所以就很像是那种 古早味的传统蛋糕 戚风的香气 蛋糕的香气 那夹层的部分 然后夹层的部分 我们 里面的布丁 我们特别是用 烤布雷的方式 来制作 烤布雷比较juicy 比较弹 对 它会比较 不会那么的 让老人 如果老人家 牙口比较不好的 牙口不好 它也可以使用这一款蛋糕 Kerry 我先吃一下芋泥 然后给你吃好不好 好啊 可以 因为我对芋泥好不好吃 我觉得那是重点 对不对 对 我吃一个芋泥 然后你吃 Sam来帮我们讲 好 好的 然后这个芋头 我们是使用大甲 然后檳榔新的芋头 我才懂Sam的意思 它的芋泥 也是走原食材的概念 对 但是你有货糖在里面 它是走甜的路线的芋泥 一点点糖 然后会有一点点牛奶 对对 有牛奶的味道里面 有因为如果它芋泥没有加牛奶 它那个香气就出不来 对 它的尾韵出不来 芋头本身的香气出不来 那你们的布丁在哪了 这里中间这个 薄薄那层是布丁 这个黄黄的是布丁 好 看来我是势必要吃一块 这个一口 对 因为布丁好不好吃也很重要 布丁也是我们自己做的 哪里不一样 这个布丁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就是有用烤布雷的方式来制作 那它会比较细致 比较滑顺 布丁比较细致加滑顺 对会比较滑顺 所以进去就是化口就化掉了 所以是不是很适合家里的阿公阿嬷跟长辈 布丁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细 不是这么细 吃进去之后 它就是那感觉 那个吉利丁放很少的感觉 对没错没错 吉利丁放的很少 然后吃下去 为什么会一直额落我 不是为什么你会知道 因为我们吃过很多不同的甜点 你要做出差异的话 效果者才会感动啊 就是那个 因为有时候布丁是要咬 它不用咬 它就在嘴巴里面化掉 然后就剩下布丁的香气 可是你竟然可以把它 融合在这个 芋泥蛋糕里面它不会崩盘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在制成当中 我们有做了很多的温控 来控制这一个环节 这一款妈妈会喜欢 对 因为那个芋泥经过牛奶调味之后 那个芋头的香味很高 很张扬芋头的味道 可是你搭配外面的鲜奶油 又不会那么的腻口 又是比较轻盈的口味 因为毕竟你没有放很多的芋头在里面 就薄薄的一层 让它有甜度 让它有奶香 不然你如果中间一大层都是芋泥的话 就很腻了 就吃起来会很腻 对吧 你们已经改良过嘛 因为很多芋泥蛋糕是一层厚厚的芋泥 一层厚厚的那个布丁 对 但你不是这么做 我们最下面其实 最下面那层其实也是芋头 但是它是芋头的奶线 你们两位觉得遇到老陶了 所以越讲越嗨了对不对 想要把机密都跟你讲 讲啊 讲给大家听 其实本来就不怕人家学嘛 我记得有很多烘焙老师来上节目 大家都说台湾的烘焙要进步 我不怕你学 那哪怕我告诉你怎么做 它也不禁学的会啦 哪怕是很传统的口味 包含大家都很从小吃到的 大概五六零年代 大家都会吃芋头布丁 可是我们可以在不同的食材 不同的搭配跟组成 去做出不一样的芋头布丁 是 好特别 我觉得厉害的地方是 它那个薄薄的一层芋头 可以做得那么香 而且偏甜 偏甜 我认为偏甜的 然后融合起来是刚刚好 就是整体吃起来 它就不甜了 对 因为它中和掉了 是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走喔 好的 这个 这个是我们今年新研发的 大人 父亲节给父亲节使用 大人味的 成熟口味的 对 你有没有发现我刚刚怪怪的 我吃到蛋糕打嗝了 那我吃了多饱 那我帮你吃 不要 这个我要自己吃 开玩笑啦 这个我一定想自己吃 因为刚刚Sam说 这个也是今年研发新的口味 而且我对于 椰子能够用椰仁下去裹肉做的蛋糕 我没吃过 对 是比较特别的口味 那我吃你们说 先不要破梗 不要爆雷 你说那我先吃完之后 我就告诉你们 这个我们下面其实 有特别做一层达克华汁 那达克华汁它是巧克力口味 下面这一层啊 对 那它可以去让咖啡 中间咖啡那一个层次的苦味 把它转换成巧克力的味道 你们把咖啡做的很苦 很重 对 深焙的味道 对你们把咖啡做的很苦 因为现在人真的是每天一杯咖啡 一杯咖啡 可是那个苦是香的 不是那种裂口的苦 因为你也加了糖在里面 就是那个 我之间有点语色 摩卡顶级加了很多奶 又加了很多焦糖在里面那种咖啡的味道 就是咖啡牛奶吗 对 对 是高级的咖啡牛奶 就是你会觉得那个糖是 那个糖是加椰糖在里面的 对没错 是这意思吗对 椰糖版的咖啡牛奶把它做成蛋糕 然后里面咖啡很香浓 甜度也很高 因为椰子本身其实也有一点点的奶味 所以可以去做这个咖啡的提炼 把它那个深焙的风味能够展现得很出来 你喜欢那种重咖啡 甚至喜欢吃咖啡苦味尾韵的人 这个你会很喜欢 因为它可以做到好苦的尾巴 而且我们完全没有用咖啡香精 我们真的就是用咖啡 就是咖啡 为什么 那这样怎么做 浓缩 就真的去煮咖啡 然后把它浓缩在里面 这款是我今天吃起来最重骨味的一款 对 它味道好强烈 是 这款吃完就要喝水了 可以搭配一点旁边的椰子慕斯去吃 这是椰子慕斯 对 侧边这个是椰子的慕斯 上面是奶油 这边是椰子慕斯 是 上面是椰子香提 它的椰子慕斯一样香香的 不油腻 刚刚才你做那个来自于日本奶油原料当基底 只是调味而已 是 然后里面我们有特别在 在做一个小草丝 就是有一个脆底 那个脆底是用坚果 加椰子丝 去打成一个坚果的酱 然后再混了那个脆片 所以吃起来会有点像是 脆底酥 小时候吃的脆底酥 你有没有觉得做甜点的人 自己自己嗨起来的感觉 我们也觉得很佩服 因为他们就觉得自己生出来的孩子 大家这么爱吃 然后讲起来很血润这样 这就是最高的层次嘛 对不对 因为你很喜欢吃 因为你们喜欢吃 所以要做给大家吃 因为其实每一个蛋糕的口味 它其实一开始都是凭空想象 它都是你是想象的 那我们要能够让消费者 能够真的像你这样子 能够完全的吃出来 那就是一种喜悦 因为你每一层都是很重的成本 每一层你要去做这个层次的堆叠 它都是一层一层一层要花很多时间 因为包含做这个蛋糕 至少要三天的时间 我可以问你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像有时候我们去买蛋糕 或是买什么甜点 来来来试吃试吃 它其实很大块 你们成本这么高 也给人家这样吃吗 应该没有吧 也是有 偶尔也是要有 现在要行销这些甜品 真的要花很多的功夫 你人要进来 他愿意买单 其实有很多时候你没有请他 他可能到处下就穿着走了 所以我们也有时候会切给客人 甚至我们也会送小礼物给会员 让他可以带回家品尝 然后吃吃看 但其实我真的觉得 因为我们大家都常常吃这些甜品 要吃过你们的作品才会够认同你们 因为有很多表面就是鬼表面 表面大家做的其实都很fancy 有没有道理 其实我们的表面老实讲看起来没有那么fancy 我必须承认就是看起来好像比较普通 没有我觉得也不错 没有那么浮夸 你本来就不是走浮夸路线的 因为如果走浮夸路线里面加东西一定要加东加西 是 因为其实它就是一个成本的考量 我们希望它是能够真实的展现食材的味道 比如说你刚刚吃你闻到蛋糕的香气 你吃到葡萄 每一个东西你都能够吃得到它的原味 反而不是说外面这种浮夸的这种风味的感觉 你们怎么跟消费者沟通 你如果像一直切你们就成本太高 你们怎么让消费者他愿意重复消费 当然就是你的品质要顾得很好 那如果是陌生客呢 其实我们每一个产品研发的故事 包含原物料 我们都会让它在网路上公开 就是我们会去写这些原物料本身背后 比如说我们去大湖草莓产地 我们去鸡蛋哪里 让消费者能够理解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它那么贵 然后它能够伴随着我们一起成长这样子 知道这个烘焙是怎么做的 不过很重要 让大家吃到好的品质 我们要把质量拉高 量不用一直很多 其实要是今天吃个一款两款 其实我觉得那种疗愈的感觉 已经非常有了 哈姆斯没讲到 海盐蛋糕好了 海盐蛋糕在哪儿 上面有饼干的那一款 海盐蛋糕虽然是咸的 对 它这一款是我有一次去基隆 然后就是吹海风 然后就把那个味道记在头脑里面 然后回来我就创作这个 海盐乳酪蛋糕 然后下面我们还有放一个 一个莓果的夹成 有莓果夹成在这边 对 莓果的夹成 所以它就会有酸酸甜甜的感觉 我以为是什么海盐的盐蛋糕 其实没有 其实没有 它就是很清爽的味道 很清爽的味道 就是想像在基隆海边 那风吹来那种咸咸的 甜甜的感觉 想像在基隆的海边 咸咸甜甜甜的感觉 对 然后搭配口味 可以 有有有咸咸的感觉 有有有 在上面 其实咸的口味在上面 对 对 我就持有不同感觉了 你的奶油是做咸的 对 因为你看 上面是甜的饼干 白色这一层是咸的 然后中间这一层 又另外不同的口味 这个比较甜 下面又有一个 酸酸的 的饼皮 下面有长一个 很薄的一个饼皮 因为刚刚我是整个 豁起来吃 我吃不出那个味道 可是我分开吃 成是吃得出来了 然后豁起来的感觉 就是你所说的 微微咸咸的 走在海边 那种蛋糕的感觉 那这样子有正确承达 有有 好 我想挑战饼干也很重要 我告诉你饼干好不好吃 差很多 饼干你要给我们吃哪一款 饼干吃这款 对 那你们自己吃自己酥好了 我已经吃到打嗝了 好 那我们吃这个奶酥饼干 对 那接下来都给你们演了 还太好了 这个奶酥饼干 我吃 一般市面上它常见的 它是会把奶油全部打发起来 打得非常的发 然后因为这样子体积大了 它的成本就会比较低一点 那也有人是因为它为了要讲求奶香味 所以它奶油完全就不打发 但是这样就会造成它的饼干 没有疏松的感觉 所以在制作东西 它并不是零或是一 它其实是零到一中间的一个选择而已 所以我们在奶油的打发的时候 我们把它为打发 那我们靠科学的方式来控制每一次打发的系数 所以你吃入口的时候会觉得 你会吃到奶油很香的香气 但是又会有一些疏松的口感 它的饼干是没有很硬的 是疏松的口感 你每一款都走疏松路线吗 其实饼干吃起来 它的化口性 它是酥脆的没错 可是它也不会让你很甘油的感觉 你吃起来不会觉得嘴巴是很油的 对 那有时候我们常常吃一些市售饼 应该很容易脏气 但其实吃我们家的味道是不会脏气的 其实你们在做宅配的包装 也做过很多不一样的研究对不对 对 我们要挪到那边去 好 其实我们除了门市销售之外 我们也有全台湾的宅配的服务 因为你们一定要走这个宅配 那个市场才做得大 是 那我们其实在宅配 这个过程我们 之前也是 有非常多的损毁的状况 损毁的状况 就是 占高气到你家整个狗掉了 对 就是室温掉了 所以在 我们那时候就是想说 那怎么解决这个东西 所以 我们有去买了这个 24小时的监控器 温度的监控器 放在包裹里面 那让我们的 我们可以知道说 我们交给宅配业者的时候 的温度状况会是 有什么情形发生 那我们回来之后 可以来做这个解决 对 所以我们就 在测试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打了真空 然后让它可以比较固定 然后再把它放在上面 那个真空应该也有一定的 不能把它抽真空 抽到太扁 就是抽的刚刚好 对 凯莉小姐 谢谢你的蛋糕 凯莉小姐 谢谢你给我们的做蛋糕 这个是给 育幼院的小朋友 因为我以前是做社工 在社工单位实习 所以那时候就有 蛮多小朋友 他们是需要 有人的捐助 你都会送蛋糕给育幼院的小朋友 对 因为当时小朋友的晚餐 都是来自于菜市场的叔叔阿姨 他们给的晚餐 那我就觉得 如果我也能够帮助他们 给他们蛋糕 在他们生日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非常的开心 而且莫吃到好吃 跟有疗愈感的蛋糕 就不会觉得自己被忽略了 对 就是会有人在乎他的生日 然后有很多小朋友 跟他一起庆祝的感觉 而且这么好吃的蛋糕 对 所以你在宅配的内容当中 一定都有测试过一些经验 对 然后还要放干冰 对 我们在节庆大档期的时候 也会放干冰 那我们也会要求物流业者 晚一点到我们家来收件 因为这样子 蛋糕就比较不会在外面失温 这个需要 不然到时候收到蛋糕是狗的 我会说 裴莉小姐 你的蛋糕狗了 再寄一个给你 那你的成本就没完没了了 是 这个是你们控管当中 对 必须要有的 对 所以类似像这样的包装方式 有到百分之百吗 它还是会有一些涂发状况 还是会有 不过我们其实 比如说在母亲节的时候 我们可能还没有测试的时候 可能有20%的损毁率 但是当我们这样子使用之后 我们的损毁率不到1% 不到1% 好很多 好非常多 而且品质本身就会不会失温 所以到客人的手上的时候 还是非常好吃 等于说你们要有一些设备 要有一些经验 然后怎么样跟物流公司做沟通 因为包含我们家的每一个 冷冻低温的设备 我们都是请做疫苗厂商的冷冻设备 来做我们的温控 那只要温度有一点跑掉 我们就会回传到我们的手机讯号 然后工程师他会远端 帮我们去调整那个参数 就可以全程的控温 还有没有什么没讲到 要不要再讲讲你 接下来你品牌如何进行 因为其实疫情过后 其实实体们是有很大的复苏 所以其实我们今年也做了两次的快闪 就是到百货公司 或是车站型的百货去做快闪这样子 就也让线下的消费者 有机会可以认识我们 那我们去的时候真的都可以试吃吗 你成本那么高 其实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去试吃 不是从头吃到尾吗 这可能一个小时才一次嘛 对 还是要抓一下成本 所以我们其实是做线下跟线上的串联 就是我们线下一样在各大的百货公司跟车站 然后线上就去做官网的宅配 去做布局 结论就是布局的更多 希望把业绩充高 能够把这个疗愈送给大家 是的 有没有什么你要讲的 就是我努力了把更好吃的蛋糕做给消费者 那就是我们的福气了 谢谢两位来 谢谢 再会 拜拜